今天我要示范的第一个东西是 告诉各位怎么做波浪 有时候你会需要做一些像 比如说飘动的旗子 或者是水波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在Blender里面有一个Modifier可以用 我们先把这个立方体删掉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平面 所以我按Shift A 新增一个平面 我把它拉大一点 这平面太大了一点小一点 我新增了这个平面之后 我再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我用Subdivide Subdivide的Number of Cuts 我可以用多一点 先用10就好 那Number of Cuts 先用10 这样子可以把它分割成10x10的平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选这里 这个Modifier这里 好 那这里呢 它有一个叫做Wave的东西 好 我们先回到物件模式 我加这个Wave的东西 好 当我加了Wave之后 你感觉它好像就已经有点波浪状 那我们把它 OK 按这个播放 它就会开始跳 那这个跳可能 你会觉得这个波浪太大 对不对 那太大的话呢 你可以设这个宽度 OK 实在跳太快了 看不出来 所以把速度调慢一点 太慢了 这样好一点 那这个波浪状看起来就好一点 那宽度不太对 可以把它调整一下 这样子的波浪可能好一点点 那另外你可能会觉得这一格一格的 所以呢 就把它设Smooth 这样就很平滑了 好 那 如果你想要你的波浪呢 这个波浪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在这边停格 OK 然后我按F12 你看到的就是那个 目前的波浪的那一个画面 那这里你会觉得灰色的很难看 所以呢 你可以在材质上面稍微修改一下 那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这个颜色 好 那我按F12 那 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光线可能不太对 所以我们把Word的Environment Lighting给打开 那这样亮了一点 你会觉得看不到那个波浪 所以我们可能光线太强了 好 那这是我们的波浪 我们把波浪调大一点 就会看得清楚一点 好 所以我回来调整这个波浪 那我 我继续让它播放 我把这个波浪的height调高 就是它的高度调高 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波浪呢 比较清楚 好 那 这里 OK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清楚 但是 这个 这个目前还不是水波 因为它只是一张会抖动的毯子 比较像这样 那 如果你今天要做水波的话呢 可能就要设一个很适当的材质 才有办法变成水波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状况 待会再来试试看 怎么样让它变得材质更好一点 好 我现在这样动 OK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今天把这个s和y 这个是指说s轴要有波浪 这样y轴要有波浪 而且呢 要循环 循环的意思就是 这个波浪一直 一直产生 如果今天呢 我不循环的话 它波浪一次之后就结束了 那我现在呢 如果改成把s拿掉 它就会 它就会在y轴上面有波浪 但是s轴上没有波浪 那如果我把s轴恢复 这样两个都有波浪 只有x轴呢 就是y轴拿掉的话 会只有在s轴上有波浪 那 OK 如果我今天呢 把循环拿掉 那它波浪只会出现一次 我怎么知道它只出现一次 我回到这里看就知道 OK就没了 所以这是循环拿掉之后的结果 好 那 这些 这时间 和位置 位置你波浪的 位置如果是0 x0 y0的话 它会从0点开始 那你也可以设波浪的起点是不同的 我先把这个seclic 设起来 那现在回到这里 s0 y0 的 的 位置大概是在这里 那我这边呢 s如果设 5 试试看 哇 5可能超过了 诶 或许不会 看一下 哦 5超过了 可能超过了 看这几格 OK 可能1 就可以了 OK 你就会发现它的圆点呢 变得不太一样 如果我今天s设1的话 它圆点会跑到s4 1的地方 所以它的s4 1大概是在前面这里 那如果我这边y也设1的话 那它的圆点就会跑到sy4 1的地方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稍微检查看看 好 那这个falloff的效果 falloff是指说呢 我那个波浪 先把这个恢复 falloff是指说 我那个波浪呢 它会往外越来越下降 falloff变0的话就没有波浪 变1的话你会发现说 它往外慢慢的就下降就没了 好 这很像 譬如说我一个水滴滴下去之后 往外引起的那个连移的效应 所以你可以设这个falloff 那 你也可以设这个height 让它中间高一点 好 那这样看起来会更明显 它的falloff会更明显 好 那大概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这边呢 也可以让它局部的波浪 这个我先把falloff去掉 好 我让它局部的波浪怎么做呢 我把这个先停一下 好 我让它局部的波浪 我把这一个 假设 OK 我弄一半 好 我只让它呢 在 在这一半有波浪 好 所以我把这个全部选起来 我按Ctrl G Assign to New Group 就会有一个新的group 跑出来 好 那我按Tab键回来 好 那现在呢 我回到相机的试假 好 那 我让它波一下 现在还没有 因为我还没设 那一个局部波浪 所以我现在要在这边选group Vortex Group 你就会发现 这一半都平了 只有另外一半有波浪 OK 那这就是设了顶点群 因为你只有影响 只有让那一组顶点群有波浪 那结果就会变这样 好 所以呢 你可以试试看你的波浪的情况 那这个宽度 OK 影响很大 好 那这是我们的波浪的示范 那请各位呢 试试看吧 哦 对 有一个 忘了讲 最后呢 我们把材质稍微修改一下 让它的波浪看起来会觉得很奇特 那这个材质呢 啊 在这里 我们现在按F12 你看到的是这种蓝色 对不对 那 我如果今天呢 在这边的 这边的 Transparency 这边 那 这边我们 各位还记得 如果要设成类似玻璃的那种透明状 状 那我可以在这Presnel里面 之前是玻璃的时候设五 那 我把它设高一点 但是没有那么强 那我们这样子来试试看 透明状 OK 好 那 你可以看到它有透明的感觉 对吧 那这个透明的感觉 你如果调得很好的话 你在模拟水波上面 就会好很多 或者是你去下载人家的那个 水波的材质 那 这个感觉就会比较出来 那 当然 有时候可能 可能 你只有透过一层 或许要做那个水是 感觉怪怪的 那 如果你另外再加一层 有时候会引起比较有深度的感觉 那 所以我先 切到 正式加 OK 好 现在这里呢 有一个了 我在这边 在Shift A 再加个平面 好 那 我把它的材质呢 新建一个 哦 不是材质 是这个 我新建一个 我把它设深一点 好 好 那 那 这样子变两层 对不对 有时候你会需要 一个 怎么讲 就是 一个有深度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但是这样两层太明显分开了 好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去 可以 可以去把 下面这一个 调大一点 让它 完全 覆盖 那这样子 你看到的 就会好一点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下面有阴影 这样子 我可能不希望水波的波纹有阴影 所以呢 我把这一个 物体 它的 shadow 这里 就是下面的这一块 它的 receive shadow 呢 射成 没有 好 这样看起来呢 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 它 没有阴影 那没有阴影 我现在这一块呢 相机的角度 可能 容易照到 那 我把这个往后拉一点 试试看 OK 再往后拉一点 好 这样你看到 就是说 OK 它的 这一个 感觉就 有一点点 在 在海面上的 感觉 但是你要调得很好 这个 恐怕得再花很多功夫 所以我们今天 所 示范的是 波浪 那 这个 回到相机视角 那 这是我们的波浪 OK 好 那请试试看